海洋委员会海巡署舰队分署第六海巡队在七点 接获了舰队分署勤职中心通报 在花莲外海33里处有一艘渔船的一名印尼籍的渔工 因为作业不慎而被大型渔钩来勾伤 痛苦难当而请求派遣防巡艇来前往接驳协助就医 而该队获报后是立即派潜艇及时救援 命运运工的着手掌因为进行严绳调作业 而不慎被大型渔钩造成穿刺性伤口 顿时血流入住 恐怕延伸危险 防巡艇接驳后火速返岗 欢迎海巡队长贺华杰表示 这一次的救援行动快速发挥最大的救援能量 维护人民的生命安全 同时在此也呼吁救生医的重要性 海上状况多变 海上作业人员应该随时注意救生设备是否被变西班同行 当前海巷以及船体最新状况以维护自身安全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